913林彪事件后,二炮部队急需一个新的管理者。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邓小平和叶剑英共同推举了向首制,叶剑英甚至表示,非他不可。 这个向首制究竟有何经历?和二炮部队又有何瓜葛?邓小平和叶剑英为何会共同推举他呢?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向首制17岁参加红军,19岁加入共产党自土地革命的时候起,就已经是我军我党的好同志了。 不过,最能体现他革命意志的还是两万五千里长征。 彼时路途艰险,条件困难,而向首制却凭借着一股依靠党的领导的信念取得最终的胜利。 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掌争之初,向首制就遇到了困难, 一名战士在行军过程中意外摔倒,枪托被甩出砸伤了向首制的脚。 那时候,他的脚背血肉模糊,每走一步都似有钻心疼痛。 但是他丝毫不拒,甚至没有用一滴酒精一卷绷带, 就这么硬生生地向前走,扛到了脚伤自愈。 向首制之所以冒着伤口发炎溃烂的风险也不治疗, 就是为了把稀缺的营养物质留给重伤的战友们。 这种精神令人敬佩,这种钢铁搬得一致更令人动容。 向首制跟随部队走了一阵,更大的困难到来了。 夹金山上常年风雪,鸟都飞不过去, 陡峭的山路上更是被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雪, 配合高山反应让人绝望。 许多战士都倒在了雪山上,向首制却扛了下来, 虽然他的嗓子已经完全嘶哑,手脚都已经冻满了。 爬过雪山就到了草地,虽然被叫做草地, 但是当时那其实是扶着水草的泥沼, 一脚踩下去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爬出来。 向首制和战友们一起拿着棍子, 一边用来探路,另一边也可以救助那些陷入泥潭的战友。 可乐饿了就就地取材, 一开始还有草皮树根, 后来就连皮蛋和草鞋都被切碎了煮着吃, 终于,向首制跟随队伍爬过了雪山草地, 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迎来了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当毛主席和朱德带领大家进城的时候, 掌声一片雷动。 当被人问及是如何走过来的时候, 向首制以一句话作答, 没有党的正确领导, 没有正确路线的指引, 长征不可能取得成功。 此后的革命岁月里, 向首制也一直秉承着这样的信念, 抗击日寇, 激战国军, 最终迎来了全中国的解放。 而向首制也在1955时被授予少将军衔, 安排了一系列教学任务。 很多人都不知道, 向首制曾经担任过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技术学院院长, 同时也是二炮部队的首任司令员。 只不过向首制指就职了短短43天, 别看二炮部队名字和一炮差不多, 两者的性质其实截然不同。 一炮是传统炮兵, 而二炮则是战略导弹部队, 至于这支部队的建设, 则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 彼时, 我国破戒需要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 拥有自己的核反击力量, 而要想做到这一点, 光研究核武器还不够, 还得有战略导弹部队。 秉承着制军先制校的理念, 1960年8月, 我国任命向首制担任刚刚组建的西安炮兵学校校长。 这也是解放军培养掌握使用导弹尖端武器人才的第一所学校。 当时向首制是15军军长, 刚从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成归来, 军区党委是准备推荐他担任军区参谋长的。 是自立更生当校长, 还是提职当参谋长? 向首制没有一丝丝犹豫, 选择了前者, 并直言, 面对部队调整改革的关键时刻, 我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前途发展, 更要心中有大局。 祖国的利益告一一切, 我愿去当这个开路者和垫脚石。 于是向首制告别了15军, 前往西安成为了导弹学校的校长。 只不过, 当时学校只有一个雏形, 无论是教材、器材还是人才, 都有不少欠缺。 为了给学校补墙, 向首制四处奔走,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 终于, 各方面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向首制又向罗瑞卿提出改校名, 这里是要培养导弹工程师, 既是以及初级指挥员的, 用现在这个名字对外联系和工作都很不方便, 不如将学校改为学院。 罗瑞卿思考过后答应了下来。 后来, 为了加强师资力量, 向首制又专门提出一份拔青苗计划, 周总理亲自批准, 各个单位鼎立支持, 这才有了1963年10月的首次地地导弹试射。 最终, 在向首制的指挥下, 地地导弹取得了空前成功。 也正是因为向首制一直与导弹打交道, 且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所以1967年7月, 毛主席亲自签发任命书, 任命向首制为第二炮兵部队司令员。 向首制也表示说, 我是首任二炮司令员。 作为新组建的一个技术兵种, 二炮是指战略导弹部队, 这个名字是周总理取的, 以区别于传统炮兵一炮。 可谁也没想到, 这件事情遭到了林彪的干预, 最终向首制指就迟了43天。 此后二炮部队主要由林彪负责, 直到后来913事件, 林彪出逃并去世, 二炮的相关工作才由叶剑英负责。 但当时叶剑英要忙于军委工作, 无暇对二炮部队进行细致的管理, 因此便决定重新选出一位将军来接任二炮司令。 可是, 究竟该选谁, 却成为了一个让众人为难的问题。 毕竟二炮部队比较重要与特殊, 普通的军中将领或许无法胜任。 就在叶剑英一筹莫展的时候, 邓小平提了一个建议, 不如还让向首制负责吧, 他很擅长这一款。 叶剑英听到后也表示了赞同, 就交给他, 这件事非他不可。 于是, 1974年11月叶剑英见了向首制, 就这一问题与他展开了细致讨论。 当时, 向首制刚进办公室, 就看到满头银发但精神很好的叶剑英向他伸出了手, 我们考虑了好几个月, 准备仍派你回二炮, 还是担任司令人。 怎么样? 叶剑英开门见山, 反倒是让向首制有些迟疑, 我离开队伍久了, 在认识和学习上恐怕都落伍了一大截, 恐怕难当众员。 不过我的身体还不错, 不如这样, 您让我到二炮当副职, 协助别人工作。 但叶剑英还是想让向首制担任司令员, 在叶剑英的反复强调下, 考虑了四个月之久的向首制, 最终答应了下来。 而在考虑的期间, 向首制也接触了不少导弹方面的知识, 以此来看看, 自己落下了多少, 最终他确定自己可以胜任, 这才结果了任命。 由此可见, 向首制有多么的认真负责。 1974年, 向首制再度担任了第二炮兵司令员, 也成为了唯一一位两度在二炮担任主要领导的将军。 而邓小平作为向首制的老首长, 或许也正是因为了解他, 知道他的这一特质, 所以才会向叶剑英推举他。 过去, 向首制作为二爷干将, 给邓小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那三次伏击战, 将向首制的细腻, 认真与智勇双拳体现的淋漓尽致。 首先是神头领伏击战, 在那场战斗中, 向首制肩负钓鱼任务, 提前部署了伏击圈。 日军本想往离城之远, 没想到却被向首制包了饺子, 一举歼灭俘虏一千五百余人。 其次是想唐扑伏击战, 这次的战果虽然没有之前那一次封硕, 只歼灭俘虏了四百多名敌人, 但是同样输为难得, 因为事前敌人已经有了准备。 可即便如此, 他们也没能逃过向首制的计谋, 反倒是被向首制提前预判的想法。 四百多名日军不仅被全部歼灭被俘, 一百八十多辆汽车也都成了我军战力帖。 最后要说的就是零石屯伏击战了。 这场战斗中, 向首制带领部队巧妙绕后, 把日军打得落荒而逃, 最后只有几个突出重围逃到了巨石城。 这三场伏击战过后, 向首制声明确起, 就连刘伯承和邓小平也对他多了几分了解, 并且此后对他常常关注。 当年, 向首制二炮司令员的身份被任免的时候, 邓小平就觉得疏为可惜, 后来司令员的位置空出来,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当然也是向首制。 所以说, 向首制能够成为二炮唯一一位当了两任的司令员, 归根到底还是向首制自身才能过人。 向首制再度接任二炮司令员职务后, 虽然只干了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不过, 在向首制刚刚上任, 大力整顿秩序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不服的, 他们甚至借用《逢楼梦》里的句子, 嘲讽向首制, 仔细中山狼, 得志更猖狂。 向首制也不恼, 而是严格遵守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人的指示, 按照计划对部队进行引营拉链, 部队编整, 最终也是不负中央军委对他的厚望。 1977年9月, 向首制被调到了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虽然再度离开了他抱有深切感情的二炮部队, 但是这一次向首制倒觉得为什么, 毕竟是正常植物调谱。 此后, 向首制在南京军区一直做到1990年退休。 纵观向首制的一生, 虽然有一些波折, 但是不失精彩, 而他本人的精神意志也在岁月的磨练中显得一以生辉。 在向首制身上, 最多目的莫过于两点,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 二是长怀感恩的心。 第一点, 我们在开头已经有所提及, 而第二点同样也在长征路上提现的先毫必现。 向首制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 时常向记者提起当年长征路上老班长对他的恩情。 某次战斗中, 他差点被炮弹击中, 紧急关头使老班长舍身忘死把他扑倒。 事后, 老班长还叮咛他, 沉住气, 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 虽然老班长的声音沙哑严厉, 但是向首制听着耳中却觉得别样温暖。 后来爬雪山过草地, 向首制同样也受到了很多同志的帮助。 比如说, 在他手脚动得失去知觉的时候, 使战友们强忍着寒冷, 收集野草为他点燃了篝火。 在他一脚陷入泥潭, 感觉身躯缓缓下沉, 即将绝望的时候, 于是战友们伸出竹竿将他从沼泽里捞了上来。 当然, 我军的战士们都是互帮互助,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 向首制其实也帮助了很多人, 就光是说从草地里面捞战友, 他就捞出来了十几位。 这一切正像向首制后来回忆时所说的那样, 冯军之所以能一次次超越人类极限, 就是因为领悟团结友爱是力量支援。 当然, 团结友爱的基础还是相知相守, 心怀感恩, 每当回忆起那段从容岁月, 向首制的眼眶总是情不自禁地就湿润起来, 我个头大吃得多, 是战友们把粮食都分给了我, 我才能够走完那段路啊, 在那段路上又有多少同志永远地倒在了半途中。 或许也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故事, 有着这样的精神, 所以向首制才能打磨出一颗看似平凡, 实则闪耀着无限辉光的心。 炮兵学院需要他时, 他义无反顾投身教育, 炮兵部队需要他时, 他也毅然回归, 个人的荣辱得失从不放在心上。 只有那段与战友们一同走过的岁月, 只有这个无数同胞投身建设的祖国, 才是他心中真实的财富。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